人間處處有文起 來看正會慈善基金會所舉辦的 暖暖送愛心捐贈連菜的活動 對他們來說 今年已經邁入了第八年了 基金會在今天上午特地帶著八十份的連菜 來到淡水區公所 準備要捐贈給當地的獨居長者來享用 希望讓他們都能夠過一個好新年 為了幫助獨居老人可以在農曆新年有豐盛的團圓飯 正會慈善基金會舉辦暖暖送愛心捐贈連菜活動 今年已經邁入了第八年 而日前上午跟帶著七十份的年菜來到淡水區公所 要來捐贈淡水區的獨居長者 還有北海社福公共托腦中心的住民們 希望能夠讓他們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今年也已經佈入第八年的時候了 那也很感謝各方對公益有心的朋友 一起跟我們一同來做 而且非常感謝淡水區公所區長的大力協助之下 可以圓滿這個活動 那非常感動的是我們的愛心合作夥伴 有公研處 富邦期貨 還有臺北市東城福人社 也跟我們一起做也已經到了第八年 基金會說其實有許多的獨居長者或者是安養機構 在過年期間都要準備年夜飯 而且都相當不容易 對於一個人居住的長輩來說 更是一大難題 因此基金會在過去的七年都準備了許多的年菜 透過區公所或者是社福單位 來幫助這些獨自在家過年的長輩們 快要過年了 那很感謝政會慈善基金會 這次捐贈我們的愛心年菜 給我們淡水的獨居老人 我們淡水區公所一直以來 就不遺憾地募集各方的資源 希望都對我們在地的這些老人 或者需要關懷的這些我們的鄉親 能夠做更多的關心 那過年到了 那希望說讓大家感覺到有過年的氣氛 這次我們募集到年菜來送給獨居老人 過年為如是年節傳統 也是家人之間傳遞愛與關懷的溫馨時刻 而今年更有富邦期貨認購 希望藉由支持捐贈年菜的活動 發揮正向的力量精神 期待有更多的社會大眾 共同關注弱勢議題來共襄盛舉 記者許斷音帶去採訪報導